确实 我们心有所念 这个念 是忘念 是杂念 无论是念人 念思念无 对我们的修学 通通产生障碍 必须要学理 就像修兰博士所说的 要把心里面 所有一切的记忆 过去的 你还记得的 这叫杂念 要把它清除干干净净 那么对于未来的呢 会想象 想象我们呢 明天怎么办 怎么做法 下个月怎么做法 明年 怎么做法 这叫妄想 这叫妄想 它没到 这些 要保存 因为 是 这些 阿 你要 以前 四te 你有这个念头 你执着了 这个呢 妨害我们的清净心 心里头 我的东西是人物 善的也是人物 清净心里头 善我都没有 平等心里面 人尽都没有 所以清净心 是阿罗汉 披着佛的境界 平等心 是别教 三行菩萨的境界 为什么要使用 因为它障碍我们的境界 那见心是大道 是我们所需求的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心 我们念佛法门 比较上特殊 比他们容易好修 他们是要舍得干干净 真的是因念不损 这个呢 真呢 那么我们念佛法门 把他对换 把所有这念头 都换成阿弥陀佛 许我们 有阿弥陀佛这一念 除这一念之外 别无二念 那就方便多了 真正叫做到无念 我们做不到 无念还是一个念头 那个无想定就这么修成 所以他不是究竟 有念不能有 无念也不能有 它是障碍 就是自信清净心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有念无念都没有 我们今天 不使用这个方法 明行见信 我们今天是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完全要依靠阿弥陀佛 我们的条件要记住 决定相信 有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西方 我们就相信 西方有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这个在前面呢 经文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了 极乐世界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极乐世界的 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前面都学过 那么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 再进一步求明信 这些历史 感谢观看